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六集 在4.2版本更新后 Luminar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叫做AI天空增强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给天空增加一些效果元素 例如月亮、彩虹、极光和雷电等等 它可以同时搭配AI天空更换功能一起使用 软件自带了一些效果素材 也支持加载自定义的素材图片 也许对于风光摄影师来说 无数次的等待就是为了拍下那一刹那的风景 这种人造的景观显然不入法眼 但是如果是商业摄影或者是服务类的摄影 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天气不好,没办法给客户交差了 又或者是用它来创作一幅装饰画 或者是书的封面和海报等等 AI增强天空功能为我们的想象力 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空间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辅助功能 天空增强和替换天空功能并不冲突 可以同时进行 例如为照片替换一个星空 然后再增加一些极光 就变成了一幅全新的景色 天空增强的素材可控性还是挺强的 可以对添加的特效素材进行调整 通过调整量可以改变素材的透明度 让它更好地融入到天空中 建议每张照片都降低一点调整量 为了保证画面不会太假 并且有一种四隐四线的感觉 通过暖色设置可以改变素材的白平衡 来配合天空部分的氛围 更改光效这个功能可以增加和减少素材部分的亮度 当想要改变素材的位置 它的尺寸大小 以及想要旋转它的时候 点击放置对象选项 确定位置之后 再次点击放置对象即可完成设置 在高级设置中有两个功能 可以修正人工智能调整的结果 来更贴近自己的想法 让画面的整体毫无违和感 在添加特效素材后 人工智能会判断天空的内容 自动遮盖素材的一部分 如果想要恢复这些被覆盖的部分 就用到了蒙版细条这个功能 默认值为覆盖 向右调整到100 就可以把所有的素材全都漏出来了 在添加鸟的素材的时候 会发现效果特别的假 这是因为素材过于清晰了 使用散焦设置 把素材虚化之后 效果就好多了 在放置一个特效素材之后 还想要添加另一个该怎么办呢 进入右上角的层界面 点击十字小加号这个图标 选择创建新的图章层 之后再回到创意界面 选择AI增强天空 这样就可以实现同时放置多个特效素材的想法了 软件内置的特效素材并不是特别的多 想要做出与众不同的照片 加载自定义的图像是不可缺少的 这也是发挥创意想法的关键之处 在加载自定义图像的时候 素材图片的背景最好是全黑色的 或者是透明底的PNG素材 这样人工智能的识别效果才是最好的 所以在以后的拍摄中 我们可能就会养成一个拍素材的习惯了 用自己的素材照片才能达到独一无二的效果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蒂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和博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